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经济方面的消息 最近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被称为是里根经济学之父的大卫斯多克曼说呢 已经维持了八年半荣景的美国股市正面临崩盘的危险 他说美国政府拟议中的税务改革还有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 会是这场危机的推手 美国股市真的有可能会重演30年前的大崩盘吗 这对中国股市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独立经济评论人秦伟平先生来为您进一步分析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早上他才在发推特文章说 美股占上了历史的新高点失业率是16年来的最低 看起来这个景象是相当的乐观的 所以您是否赞同现在民间有关于美股要崩盘这样的预测呢 为什么 是这样我有留意到今天川普总统的发言 我在他的推特上其实做了一个点评 我觉得川普总统的乐观太早了 关于这个经济学家David Stogman的预测呢 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我认为美股呢确实是在历史的高位 确实是存在崩盘的风险 但是他的原因 他并不是因为说川普的这个税改计划 包括美联储的宽松政策 货币政策这样子 我不是完全同意他这个理由 因为第一呢现在川普总统的这个税改呢 未定之天 那预计呢说是今年年底之前呢 能两院能通过 那如果税改计划通过的时候呢 那对美国经济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 他不会引发说股市崩盘的这个风险 当然如果他通不过的话 或者让公众这种预期会失望的话呢 那可能会引起那个股市下跌 但不至于引发崩盘 那另外那个美联储过去自次贷危机以来 这个宽松货币政策确实是引发本轮股市上涨啊 这个持续流失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基础一个背景 但是呢现在美联储已经在启动缩表 然后持续的加息 那这个在资金供应上面的应该是比较紧缩的状态 对股市是一个利空 但是呢也不至于说会引发暴跌 我认为如果说美国股市会暴跌的话 有可能会有另外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呢是中国经济 那中国我认为中国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 有可能在未来的一两年内会爆发 那这样子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 这是第一个 那会让美股也会应声下跌甚至暴跌 另外一个可能是潮核危机的因素 因为潮核危机现在处于一个历史风险的高位 它可能会引发地缘政治的变革 甚至战争的风险 那这个因素呢也可能会引发美股的一个暴跌 所以我认为美股可能会暴跌 但是因素呢原因呢可能跟那个 David Sturman的那个原因 引发原因可能不太一样 这样子谢谢 您刚刚也提到这个美股的这个变化 也有可能跟中国相关呢 那么到底美股跟这个中国的股市 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联系性有多强 比方说我们看到如果美国股市 今天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它会如何来影响中国的股票市场呢 因为实际上美股和中国的股市 其实关联性还是很强 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经济就是一体化全球化 那相互之间特别是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会非常大 那美股作为包括美国经济 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头羊 如果美股有风吹草动 甚至大幅度的这种下跌的话 对包括中国股市在内的世界股市 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如果美国股市暴跌的话 那中国股市更是惨不忍睹 是这样这个状况 谢谢 是那么秦先生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可能我们很多观众说每一次采访您 我都要问问您 中国的投资者该如何来做准备 那么我们当然不是让您来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 但是他们可以从哪些关键点来看出 或许美股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动 他们该怎么样来做好保护措施 保障他们的这个投资呢 如果说关于美股的话 我其实有接触到很多美国公众问我说 要不要投资现在是不是入市的好时机 甚至说中国的阿里巴巴怎么样 它那个企业是不是很好 我们要不要投资买它股票 然后我就善意的提醒说 如果说你要投资美股的话 你特别要警惕一些中国概念股 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那些概念股 因为中国经济在很多普通的美国投资者 看来是非常强劲 然后报表也非常漂亮 但是我知道实际情况 我也告诉他们 我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一个下行的风险 甚至各种危机爆发的风险 那这样的话 以中国市场为主的这些中置概念股的话 这些中置企业的话 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一个经济风险 然后可能甚至会破产倒闭 都有这种可能性 那对美国股市的投资者来说 可能会面临这种血本无归的风险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投资的话 是尽量低建议的 尽量避开中国概念股这样子 第二点那股市经过 的确像川普总统说的一样 现在是到了历史的最高位 上涨了差不多八九年这样一个时间 确实是一个牛市 然后在过去的一些年里面 确实是美国投资者 包括一些机构投资者 输易度非常好 但是过去的辉煌不代表未来的辉煌 那刚才讲的这些因素 包括说美联储启动缩表 然后加息 包括税改这些因素 对美国可能经济的基本面是不错的 但是对另外一个经济体 就是中国它的冲击是非常非常之大 可能在这方面来说 可能美国的投资者 未必意识到这些问题 那鉴于中美经济的这种互动性 联动性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本身是不错的 本身来说 它不至于引起美国股市的暴跌 但是如果说启动缩表 包括税改 包括加息 那让在中国的那种 国际资本都回流到美国的话 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 那这样的话 进而会引起到美国股市的这种暴跌 所以说这一个风险也希望说提醒美国股市的这种投资者 做一个警惕 我和那个Darrius Sturman 可能一样是做一个预警 但是我们可能理由会不太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谢谢秦伟平先生 感谢您 抽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